大家好,我今天想分享的湯水叫南瓜粟米湯 這個湯既清熱解毒,又高纖維 可以幫助腸道餘動作用 有益身體,喝了肚腩也小一點 和大家介紹材料 材料有一個紅蘿蔔 兩條粟米 半個南瓜 和一湯匙南不幸 今次我買了西絲骨半斤 買回來洗乾淨和它啡啡水 加幾片薑,凍水落鑊,煮滾 如果平時吃素的人士 可以用腰果代替肉類 煮起來一樣有鮮甜的效果,很好吃 水滾了,煮一至兩分鐘 撈起來,再用清水沖一沖 稍後可以用來煲湯 南瓜買回來,將它去皮刮落 接著切件 平時我會切大件一點 因為今次我會想家人 小朋友和我吃完湯渣 因為湯渣也很有益 我今次就把它切粒 煮出來的效果會濃味一點 和小朋友和長者都可以容易吃到 同樣地,紅蘿蔔買回來去皮 然後切件或切粒 和大家說說紅蘿蔔配搭南瓜煲湯的益處 它兩種都有豐富的胡蘿蔔素 高纖,幫助我們搶導的餘動作用 有益身體 另外還有維他命C和E 還可以提高我們身體的抗氧化能力 幫助皮膚健康 還可以抑制癌細胞的生長 同樣地,粟米我們把它一開二 之後切粒 我們保留粟米芯 可以放進去煲湯 南瓜痕有發痰自咳的作用 我們不斷把它沖一沖洗 待會可以用來煲湯 很快我們準備好煲湯的材料 有南瓜 紅蘿蔔 粟米 西絲骨我把它起了肉切粒 南瓜痕和粟米芯 今次我準備了兩升半的水 水滾了可以把所有材料放進去煲 大火滾起 之後再轉中小火煲它兩個小時 這麼快煲了兩個小時 最後我們加點鹽調味 就可以喝了 夏天天氣這麼熱 每天都三十幾度 我們可以多些煲瓜果湯 蔬菜湯來喝一下 補充身體的水分 還可以增強身體的抵抗力 南瓜粟米湯 說這麼快就煲好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歡迎分享 讚好 以及訂閱我的免費頻道 我接下來下次有新的影片 立即通知大家 讓我先試一下南瓜粟米湯 嗯,很鮮甜 很好吃 請到你們下次見 請到你們下次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